千岁啊 你房租到期了 你可以搬到我的别墅里去 不用了干嘛 我家一直有套房子 只是我大姨他们家一直住着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 他们一定会把房子还给我的 你偷偷跟着千岁 他们应该不好对付 可是刚刚 你没听千岁说吗 他大姨一家这些年一直霸占着房子 明显是要把千岁持约户啊 怎么可能轻易还房子 快去啊 是 大姨 你怎么来了 这是家族聚会 我肯定得来啊 这是你姥姥家的家庭聚会 你一个外星人来冲什么热闹 妈 都是你家人 快让千岁进来 姥姥 千岁来了 来快坐 千岁 坐我朋友吧 姥姥 这是给你缅的理疗姨 这是给大姨的护肤品 都是些便宜货 千岁啊 你今天来是为了 我这不是刚没了工作吗 房租也到期了 所以我就想着 能不能先搬回来住 你回来住那可不行 这房子房间都是有数的 你姥姥住一天 我和我儿子回你客住一天 就是就是啊 根本没地方给你住啊 可是 这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 你有证据能证明吗 谁先住进来就是谁的 再说了 这以后还要给我当嫁呢 这怎么能是你的嫁妆呢 这房展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而且这么多年 我免费让你们住 我从来没有收我房租 哎呀你 怎么和姐姐说话呢 千岁啊 咱们可是一家人 别总谈钱 伤了和气 天罪这遇到难处了 表哥啊 这二十三千块钱 你先拿冰印记 不过 这个房本 你购物到我的名下 表哥要结婚了 你帮帮表哥 表哥 你是要结婚了 但你也不能拿三千块钱 买我的四只屎啊 啊 禁酒不吃屎 罚你吃屎 我这么为你着想 又不是帮帮我吗 我帮你帮我撕 那你就不要容易怎么办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了 你敢 够了 太过分了 余千岁 你要是敢强制执行 我这个老太婆 今天就吊死在这儿 把这个房子变成凶宅 让人家都看看啊 你这个大逆不到的东西 你要逼死你亲姥姥 姥姥 姥姥 咱不用来废话 快把这混货的东西 赶出咱们家 走快走 起来 出去出去 大妈 这就 这就